那麼王宏威幫我們示範了 一件什麼事情 早上還在講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 可以選完議員 馬上去選立委 為什麼可以厚臉皮這個樣子 沒想到話才講完 上午說 不知道為什麼別人 可以厚臉皮這個樣子 下午到晚上的時候 自己叫厚臉皮 打自己的耳光 馬上出來選立委 然後說對造成黨內同志的困擾 感到非常的抱歉 我們人就是這樣 人要笑一個面皮就對了 那麼當他都已經厚臉皮了 不然你是要怎樣 我覺得最可憐 在這場事件裡面 最可憐的就是台北市議員秦惠珠 本來台北市黨部主委 國民黨的 本來就要直接發簡訊 給所有的媒體記者 你知道嗎 是他堅持說我不能這樣 如果你要徵召我選的話 我必須要有主席對不對 大家開個政治記者會 來介紹說是徵召我你知道嗎 結果這一徵召 他在等那個記者會 一等下去就沒了 一等下去那個記者會 他就一輩子都不會出來 簡訊先我處理就好了 對 簡訊出去 不好意思 王宏輝就算想厚臉皮 都沒辦法了 對 簡訊怕是王宏輝 簡訊一出去以後 你最多的說這個對不對 所以一朝其擦滿盤皆疏 更可憐的是 就在昨天 那麼朱立倫在面對媒體 問他這件事情的時候 問有關於秦惠珠 24小時徵召備胎對不對 莫名其妙就被人家這樣子 一腳踹開 而且我跟你講 秦惠珠很可憐 不是黨中央也不是台北市長部主委 通知他說你那個王宏輝要選 你被fire了 不是的 是他的助理看到新聞跟他講的 你知道嗎 那好悲情喔 朱立倫說王宏輝他的揭蔽能力強 民調始終是最高 所以他在心目中他在心目中 始終都是只要提名王宏輝 你給人秦惠做動作什麼 你把人家糟蹋成什麼樣子 你不是 你如果不是把中山區的宣民黨做縮家而已 你連台北市國民黨議員 秦惠珠你也把他當作縮家的王宏輝 一點都不尊重別人 那除此之外你看喔 國民黨 那個王宏輝如果沒有心動的話 他就不會說那一句話說 他都已經想好要怎麼攻擊這個 這個吳宜農的辦法 你如果沒要選你為什麼要去想說 我要怎麼攻擊吳宜農 就要出手以後 馬上去登記以後馬上出手 攻擊那個吳宜農什麼 黑道傀儡你知道嗎 馬上要給他攻擊了 許小新再補一個 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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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把黑道 試圖用黑鏡去抹黑 這個等於說民進黨嘛 他們兩個這是台北雙交耶 真的是 沒錯 他們除了黑道跟 就好像蔣萬安除了疫苗 不知道攻擊什麼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黑道這樣子 攻擊黑道 然後這時候就講說 民進黨以前黃國書 也要選到議員下去選什麼禮物 黃國書說參選又要負擔責任 不需要拿我擋箭牌 當時的時空背景跟你們一樣 其實我倒覺得韋翰 黃韋翰講得沒有錯 你若是落跑就雲淡風輕 你若是有落跑你就先喝 你落跑就是落跑 就不要怕人家揶揄說 好像自己不是落跑一樣 你就落跑都攤貝的就是這樣 各位 你不能忘記你一件事 各位台灣人很健忘 四年前你還會跟你韓國瑜 去上館長陳志漢的節目怎麼說 陳志漢問他說你也高雄起立選條 你會不會落跑去選總統 我若是酸 我若是溜之大吉 我怎麼對得起投票給我的高雄市選民 結果呢 結果別是愛賭 你知道嗎還不跑啦對不對 所以呢 那麼王黃國意思一樣啊 我若是酸溜之大吉 我怎麼對得起25000多名 投票給我的松山信義區的選民呢 但是我也是酸啊 我也是去酸啊 不過他比較聰明 為什麼他12月25號 堅持自己還是要去宣誓 為什麼 你如果酸輸了不知道我的地方去 不然酸輸了我兩頭空嘛 對不對 所以表示你根本就還在想說 眷戀自己的議員的職位 說晚半不贏我酸不掉 買一個保險不至於兩頭空嘛 那有關於吳宜農的部分呢 他就很生氣 他難得生氣 他難得生氣 他本來說要打個正面的選舉嘛 對不對 我就跟吳宜農說不要說了啦 你想打正面的選舉 你的敵人不想跟你打正面的選舉 馬上用黑道抹黑 你說你是黑道傀儡 我問你如果吳宜農是黑道傀儡 那我問你黃黃輝是 你是誰的傀儡 你是政治權力慾望的傀儡 要不然你為什麼會落跑 我說湯北就是這樣嘛 一個人不起身重點 就像苗栗的國民黨立委徐世龍一樣 不可以算就是不可以算 你把他逼到死我都不可以算嘛 吳宜農馬上講說 那趙介佑的事情 跟他爸爸說我把他請 請離開民進黨的 你要把他清除出去的 然後再全面清除 有關於這個部分 有黑道背景 有什麼可異的部分 前科的資料等等 我幫他請出去的喔 如果各位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有人就是嘗試 要把民進黨變成所謂的黑金政黨 你知道嗎 比國民黨還壞 比國民黨還這個墮落等等 我還會發揮 按照國民黨的標準 如果你的標準 你一直在打黃成國 一直在打誰 黃成國做了什麼 你們說嘛 黃成國做了哪些黑道的事情 你們說出來嘛 我講白了 如果按照你們自己這套理論 我問你 你國民黨 到現在重量級政治人物 他是天道沒盟主的兒子 我說真的啦 那你們為什麼不開除他 還讓他繼續 這個一再的參選嗎 我問你嘛 黑道怎麼樣我不知道啦 白道沒有比較高貴啦 為什麼 行政院當過你國民黨秘書長的 林毅士是什麼 3323啦 貪污6800萬 國民黨拿8800萬 比較高貴嗎 還有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主席 馬英九的辦公室主任 賴蘇如有比較高貴嗎 然後更不要講 更不要講 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都說是 前南投縣長李朝鑫 破贏超過100年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不要說武則元 武則元也是因為這樣 亡命海外 後來死在海外 我告訴各位 朱立倫當新北市長的時候 第一愛將 負責全台新北市都庚的 第一副市長許志堅 拿人的金廟 拿人的金條 拿人的錢 結果潘烏判8年 你們白道比較了不起啊 白道比較高貴 白道比較有品性啊 不是這樣 不要隨便去把人家 那個抹黑給人家的身上嘛 這樣如果大家會會 我說坦白人 你們國民黨 無主假說這些話啦 告訴大家最新的趨勢 有六成的人不贊成 王鴻輝浪槓落跑啦 基本上這應該是大家的想法 但是是不是這個選區的想法 是未來討論的重點 因為呢 觀感報是真的嘛 好 另外一個部分是什麼呢 如果六成的不支持 四成的人支持他 那麼最新反映出來是什麼呢 認為比較支持吳一農的 54.7% 支持王鴻輝呢 39% 即時民調 大概反映出 全國輿論的一些趨勢 不過這是 就是網友自己上網投的一個趨勢 而且他是即時民調 有他參考的意義啦 因為呢 是目前除國民黨 自己內部以外呢 所體現出來的 這個民意的內容 第二個呢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啦 你說吳一農是正二代 你說吳一農是黑道 我自己是個學者嘛 我二十年前就讀過 吳一農父親吳乃德 所寫的許多著作 還有學術研討結果 公民民主主義啊 就是吳乃德提出來的 你最多只能說呢 吳一農是學二代嘛 你怎麼會說他是正二代 或是黑二代呢 第三個 這個選區真的非常特別 我在中山 還有呢 北松山的朋友非常非常多 欸 有點黑暗耶 當然大家會說啦 補選投票率不高 大家比的是什麼 比的是組織跟動員 可是先天就不足 為什麼呢 請問呢 政黨輪替或是民主化以來 民進黨在這個選區 有選贏過嗎 沒有 吳一農是最接近的 為什麼 因為呢 中山區啊稍微偏綠 但是呢 國民黨也有基礎 可是當初在做選區 劃分的時候呢 故意把北松山二十個里啊 民生社區這些啊 國宅啊跟眷村 全部劃進去 這註定一個叫做 結構上的限制 什麼結構上的 除非民進黨在中山區大贏 否則呢 補不了呢 北松山啊 這個深藍營的選票 所以告訴大家 組織動員 其實大家瞭解啊 國民黨也瞭解 選區當年他們劃分了嘛 所以呢 只要喔 北松山王洪威 基本上大贏 大贏的做法是什麼 同溫層發酵嘛 組織動員嘛 大家投票率不高嘛 只要仇恨民進黨 仇視吳一農 真的覺得他是黑二代 正二代出來投票的人 那就是國民黨的盤算嘛 先天的選須結構是這樣子啊